因为京东的一个韧性 其实包含他们一直在强调的一个精神是什么 相信过程 对吧 就这段时间京东现在被逼到了一个1比2落后 来到了 继续来到蓝色方 在上一把落败京东是拥有优先选变 继续的一个选变权 再次蓝色方 对 BP也是合体 一把变了 半剧魔抢二非流失 是 那这样的话奥恩怎么办 没有剧魔的话 奥恩在前排的坦度啊 感觉现在 淘宝要来一手奥恩加女枪了 哎 嗯 奥恩先拿下来我觉得没问题啊 想三手应该 嗯 这三个格子感觉占两个问题不大 奥恩女枪 就这个没有什么好商量 那京东要不要拿布鲁 我觉得垂石呀 我觉得垂石呀真的 就直接打一个进攻 嗯 主要给绿毛选了三把软腹 说实话没什么节奏 因为绿毛还是团队的大脑呀 你不能老让大脑玩这种 保护型的辅助吧 对吧 我觉得这把可以考虑给绿毛拿一个锤石 就是多打打野斧 哎 这边乐弗兰先选下来 感觉要打节奏了呀 看一下锤石 锤石得来了 锤石乐弗兰没毛病 赛点局了呀 不能再藏了 那这边一问题就来了 利桑卓还给不给手子哥玩 嗯 其实奥恩他感觉打利桑卓有一点点 没办法发挥出他carry的这个能力 就这个英雄其实秀不起来 对 这另一个关键 上线就在那摆着 是的 上线对于NAT来说有点限制了他的发挥 球球这把也要以报之报了 也像米勒老师说 这把不考虑利桑卓了 如果前代手不选的话 四五手京东应该是会搬的 那要变掉利桑卓加冰女吗 利桑卓加加里奥嘛 利桑卓加冰女 虾子打不一芒生 又开始经典的 看一下这边 因为上一把京东的三四边位是给到 四五边位是给到一个打野 这把我觉得可能更多要继续的压子NAT的一个中担发挥了 这边奥卓先搬打野 办这个奥拉夫还真有点像拿利桑卓的样子啊 我觉得京东是要搬的呀 卡萨丁先搬了 没什么问题 这里可能要再搬一首卡纳卓的英雄 看这把冰女搬不搬吧 因为这把你没有奥拉夫能选了 我觉得你还是要考虑一下 对面选择冰女之后 你这个阵容怎么去操作 韬卓可以自己去拿芒生或者是皇子 铁男铁男也搬了 对铁男这个点的话 确实你不太好处理这两个前排 飞机 放冰女 但是说实话 即使你放了 其实这里京东有很多 就我放出来 但你不一定敢打 不一定会选 因为那把其实效果一般 我是觉得不能给守子哥玩这种英雄 打个先拿个打野吧 打野现在还有什么 盲森雷格赛 但是这手 哇还是要拿冰女吧 说实话没有好打的 这把原来原去 想了想好像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感觉拿冰女的话 接下来我输出的压力会太大了 你看这三兄弟 讲道理迟迟输出 但这把其实冰女跟那把 其实差距还是蛮大 没有前排 因为那把上楼是个万豪 对吧 兄弟们都是要收割 而且京东这把没有一个特别硬的前排 那把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奥拉夫 一个奥恩顶在前面 导致A不动 没错 京东这边也变 把上路给Zoom拿一个大盒 招牌啊 招牌团长 那看打野是谁了 这把盲森现在还在 我觉得盲森不错 盲森好一点 赛拉斯 这也是 对面有奥恩 对偷一下 这个英雄 其实只有野盒队友能玩 因为这个太吃资源了 奥恩加冰女 这太好偷了 包括太坦 太坦 哇这边三个大招 确实都很值得偷 都很棒 那这个赛拉斯 其实拿得很不错 这手其实 我们没想到 但感觉选出来 确实很适合 但其实京东 它主体的思路 还是没太变 那这把的话 是给绿毛拿了一些 能带节奏的英雄 但是他们整体来说 还是比较偏 中后期的阵容 对 对吧 船长 赛拉斯 厄菲流斯 这种英雄拿出来 京东这个阵容 其实就突出一个很灵活 上限很高啊 这个阵容 其实阵容 我觉得是 是不是四把里面 京东选得 最好的一把呀 感觉这把 确实阵容操作性啊 上限啊都很高 我觉得这把是 卡纳比去证明自己一个 春季赛MVP的一个 野王 最好的一个机会了 是的 这把进攻 而京东能不能防守 超博加油 Hey guys I just want to wish the best of luck to talk sports for the final this weekend 京东加油 Cheers 好感谢所有在线上 为我们两只总决赛队伍加油的一个粉丝 两只队伍如果我们从历史来看 也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们都在2017年加入到了我们的 LPO的大家庭 下几赛 当时猫皇还在 对吧 作为前身DAN 是套博的 现在我也还在 你真的别说了 好像我走了一样 就不要接猫皇伤疤了 对啊 猫皇今天队服都穿在里面 我在抬他怎么就变成 接伤疤了呢 那不是猫皇退役之后 涛博越走越好了吗 也是 我也不差呀 你也 对啊 最佳竞争解说 现在往最佳解说迈进了呀 对吧 都挺好的 是 各自安好 哎 涛博那是那年DAN 对吧 京东也是在17年夏季在加入的 嗯 这把粽子哥感觉 招牌船长好吧 每次看粽子哥这个船长 就感觉比对方多点钱 不知道为啥 上流啊 对确实 别人在吃的是橘子 他吃的是韭菜盒子 对吧 味比较大 三分熟的是吧 三分熟的 中路一级上来两边就对点 很凶啊 平香中路法王 我当定了 今天三把讲道理两边发挥 都还不说哎 这边定到打出余阵之后 就很难再做对拼了 平分秋色吧 只能说是 嗯 但没办法 在冲击性上的来说 刚刚那一波2v5的团战 嗯 那一波团可能高则哥的沙皇就被秀了呀 主要我觉得真的是对京东来说挺伤士气的 因为那一波团如果京东拿下的话 可能就拿下了 那我拿下应该就结束了 嗯 看一下下路的对线 这把下路 看一下绿毛吧 嗯 终于来了一个主动一点的辅助 哎 把把给我选个弱势辅助 对吧 我也不比对面弱 对 换血换得很凶啊 这边下路上做 第二波兵线都在想抢了 来 京东布拉来了三路 这把Q一起来 但是也不敢继续做争夺了 这边一高 比如说绿毛一个闪现 下路的话 杰克拉尔跟球又刷新抢到二级 哦呦又点了两下 那这波好伤啊感觉京东 哎呦 瞬间上下两条路都发力 感觉涛飞这边自信打出来了呀 对 就是感觉把个人的操作发挥出来了 我觉得上路的话影响不大 但下路这波是实打实的 压出了技能 你辅助没闪这段时间 你不可能推我线了 是的 打野来也不太好 闪一拉登笼 哎 但你看这把中路 中路这把 对线主动全不一样了 因为那把一整局 其实都是奈特在推线 就第一把其实对线起啊 奈特打得更好 但是这把的话 其实要看高子哥在中路 能不能给奈特一些压力了 就这对线其实还是要看 牙膏怎么去躲Q 太细节了呀 对吧 目前看来牙膏是打得不错 打野都在刷 在核道迅结线升之前 都是在刷的 两边感觉打野要在上半部的迅结线相遇了 要相遇了 照到了 照到了 卡纳维还要运动这个核线吗 感觉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奈特这边先压一下 那中路的话有线权 奈特那这个核线 而且奈特现在身上还有一瓶血啊 这波其实奈特状态是要更好一点 卡纳还想要更多啊 他还想把对方再逼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想来的意思 感觉双核线这边是有了 留了一下技能 这把确实是涛博这个阵容啊 太看中野了 应该说中野这把就是决定 涛博能否前行拿下的 订到了这位置 有个预判 预判到了 但是伤害不够 说实话伤害还是不太够 那这样的话 一个双核线棋手还是比较舒服 就你赛拉斯选择 虽然中路期打他你很舒服 但前期其实也去一打一 你是打不过吗 这个英雄很需要经济啊 很需要等级还是 上路感觉公爵这把应该是好发挥的 船长打奥恩应该是随便打 这把想一下公爵发挥的空间好大 你想对方的杰格拉伍跟耐特两人又限制不了他 对 然后关系是MF还很怕这个船长的大 但其实他要考虑一点就是 卡扎的一个干格 因为这个上路是有机会抓的 我完全同意猫皇说的 因为这一局淘博是 一二手是奥恩加上MF嘛 对 他其实想抓上的一个英雄蛮明显 你从他后面背掉铁蓝这个英雄 就可以得知这个资讯 所以这把一个看公爵在线上的一个抗压吧 他一打一的话感觉这种还是优势很大 那肯定的 现在一命打两命啊 TP是已经打出来了 而且369带着是起攻击击击 还撞歪了这位置 差了一点 有点尴尬 但ZOOM这边也不贪心 我现在蓝波很多了 我补兵要紧 回家招TP了 我下落AD都避了 是 一打一 我又够了 这两个辅助 哎呦 哎呦 这不 左老板很生气啊 脾气上来了呀 你对 这小皮鞭抽的 换个词 没啥问题 没啥问题 可以 确实有点痛啊 这两鞭子抽下来 是 有唐玉坦啊 哈哈哈哈 牙高 但现在 淘宝又有机会控龙了呀 这位置 中路推 下路推 直接控 赛拉斯现在应该也 不过来了 主要也是看到船长直接踢上了 是 也是我们说的那个点 就赛拉斯的时候 卡纳比可能更会在第一条龙放掉 然后去追求自己的一个发育 是的 卡纳比还是比较贪的 他在前期会比较贪等级跟发育 他对于这种可能后期影响比较大的这些东西 他其实并不在乎 比较新来 是有了中路新能力 哎 动路感觉要有逼二了 闪现抽到了 伤害应该是够的 卡扎拿到这个衣帅 卡纳比这边也很尴尬 保留下奈特这边伤害明显不够 卡纳比只能往后拉升 还有闪现应该没有问题 我这波卡扎跟奈特中野直接拿到一血 太果断了 这波卡扎 又是这种经典的利桑卓 配合一个强爆发的打野 这种你没办法 因为太脆了 这就是前面那把我们说的 就是冰女6级以后 邀请要注意的 对吧 但是第一局一直没有等到中野 对吧 第一局我记得一开始在上半步打起来 再中路这波配合 这波卡扎是闪现Q 然后很果断 波过去接一 伤害拉满 然后二段Q斩杀 利桑卓的6级之后 配合盲森 就拿到了一个高子哥的人头 是 就当然这波牙膏也是认为 卡纳比就在旁边 但是 带着这个先走打得太好了 哎 追命定住了 但这位置有小币 船长大招 是一进的没有摆的 这波应该是不太好 继续杀了 球球这边要躲高 哎 被躲过去了 那有机会 是他直接怎么走掉 嗯 反中打一下 龙可又刷了 杰克拉 杰克拉 这边交双招 又被追命定到 有1吗 交治疗还要强行追 但小兵过来了 没有机会出Q 龙可是脚闪见以后 在上路的话 杰拉斯也是正忙 牙膏这边的血量 有点低了 369 跟卡的两个人要杀牙膏 牙膏这边能杀掉吗 哎 没有杀掉 换掉了卡塔 是 而且这波用黑闪见 给一发火刀 369感觉也走不掉 哇 京东这波一换四 强火弹回来了 京东这波配合太好了 这波 上老师卡了个上路6级 直接支援下路 在上路的话 也是由于高子哥的一波支援啊 这波打完之后 超波现在有点亏 有点炸 哎 看一下上路 上路是卡拿比之前走脸 走到喀萨眼前 这波是个三打二 对 这波招高子哥来太快了 而且技能其实是交在一个只有5级的 塞拉斯身上 而且这波把三招就给骗了 是 牌子还是太单纯了 闪现A分身 白纸 主要确实喀萨技能交掉以后 这两兄弟看似很能打 但是其实伤害不够了 是不是感觉牙膏还挺敢打的 对 就一丝血也没有跑 就原地两招踩 其实高子哥这波支援挺关键的啊 因为他在前期是送掉了一血 但是这波的支援 完全又把自己的上意也给盘活了 找回场子了呀 带特应该是在中路点了一个爆破 吃了一点肚成 对 来不及支援上半步了 特别是上路 公爵这里 这把可能就 舞台真的很大 下路这波双杀了之后 现在Loken飞了呀 装备上完全领先 这把其实京东的前期开局太梦幻了 有强奏 勾到 刚说的高子哥 但是有被动 这边A不出来 这一波的话高子哥逃过一截 但没状态了 这边淘宝可以选择先去动这个下路先锋 两边双人组织都掉上来 辅助也都还没有六起 Loken则在下路一个人吃线 下路先锋的话 京东有可能要放掉 应该要放 因为套波现在战力明显 中野方面还是比较强的 特别是刚才牙膏是没有状态了 也没有TP 由于中野的一个差距 套波是拿到这个下午先锋 但Loken在下路带了一大波兵线进去 也吃了杜层 刚刚应该是先击杀完两个人吃了一层 再吃了一层杜层以后 其实下路这个队线已经把下午先锋 换了又来了 冬子哥这边是没有闪现的 直接踢到墙上 Q到这边的话很危险 交闪现过来要拉卡萨 卡萨昨天被拉的闪现伤害不太高 卡纳比这个闪现稍微有点着急 求救 就直接被Loken给单杀了 在旁边有Jackie Love也是把Loken的人头给拿到手 这时候暂停了一下 拿账的话总来说是一个一换二 套波是小赚一点 是 贝贝是上路杀到船长 断了一下 下路又出事 对吧 下路这波即使是杀了辅助 但是你的AD对位 可以吧 其实京东现在是一个比较明镜的烈士 而且现在经济通过这两个波 又被套波给追平了 最肥的两个人一死 就套波这个阵容 其实六级这段时间 是作战能力比京东要强的 因为京东要发育 对 套波这里每个人的大招都是一个质变 这边这些船长交大招手塔了 这边琴摸线 这波入幕很开心 但对于京东来说 可能还有一个可以接受的点 就是人头大量是在盲森身上 对 现在两边局面还是比较焦准 球球刚刚应该是被示意 这波就是随时去上路了 Loken来不及了 来不及跑 这波就是卖自己 不过Loken能换掉球球也是 这也没办法说实话 对 这波主要是Loken武器也好 这两把枪太猛了 妹妹给的枪好 所以他大招用了红色的断破大招 是吸了250点的一个血量 对 这波蛮细的 现在京东要重新整理一下 而涛博这里的话还是要看中野吧 现在涛博其实是有一个下午先锋 一直放在手里没用 而且时间也快到了 我觉得应该是要考虑中路撞了 中路如果撞的话就起飞了 这波感觉应该是要让双人组把线推了 然后往中路靠 然后来把中路这个先锋直接撞 中路如果真的撞了的话 那这把高子哥真的有点小崩啊 你想这样一个8级的洛博 想先抓一波 双人组这边已经推了 再往中路靠 直接放 那感觉京东这边没什么办法 主要船长还没大 对 Zoom刚才大招清兵中了 那这个塔应该是有了 在这边藏 想开 但这位置感觉没人能配合 而且他现在不能通兵女大 他现在兵女大的这个 惩罚时间还没有过 那感觉洛博这样一个隐患的话 其实他的影响在加剧 而且连锁反应小龙也要掉 对 这波其实真的很上 这波京东感觉也是指挥 如果要把这条龙放掉你从Loken的一个位置在打 施甲虫就知道 京东这波应该是指挥 就是这两个目标物我们都防守不了了 那只能硬拖了 对于京东来说 现在我们捋一下这个局面 就是京东现在中野的烈士 刚才的话上下路的优势又是送了一些出去 那导致现在京东又是有点缺乏 在这段时间的一个节奏了 他中路 哎 冰爪交了 但这位置没有视野 你不知道现在Kasa 现在Kasa3-1这装备2.2打起来 京东是绝对打不了的 随便打 而且河道右侧全部都是属于涛博刚刚控龙 这即使你把耐克杀了 但是Kasa感觉是能收割的 对 珍不得打出来以后 还是可以持续的来作战 是吧 要看公爵了呀 哦 三流这边对线 哦 又没撞起来 是 这边对线的话还是 撞都能撞歪来 但可以 第一次我觉得可以原谅 第二次只能说太紧张了 炎富 猫霸 没上过大舞台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清线嘛 能不能降雨 不能 有点强气 有点强气 是 手抖 手抖 不过没关系 这把队友现在发育好 好吧 我上路稳住就行了 然后现在Kasa给到京东一个很大的压力 是 而且京东现在视野其实是步不出去的 这把感觉要看Zoom打团有没有捅了 对 这把这个捅对于京东来说是救命的 其实这段时间京东会很难打 中路也告破 然后高子哥又要补经济 粽子哥呢嘛 还没有到他的发力期 现在京东就是 视野方面也不好做 然后再加上中野又缺乏影响力 但这个龙魂 土龙魂是不可能落给涛博的 对啊 这把其实 现在京东还有一条小龙的喘息时间 对 就你最晚最晚第四条龙你是肯定要出来争 要决斗的 嗯 上路也是把握十四分钟前 中密集想办法吃点杜沉 369这波是走回线的 没有交TP 留了一个TP 因为下半步待会儿 有可能三分钟以后要打这条土龙团 但这把其实Loken虽然死了一次 但是其实发育还是很好 发育非常好 现在有无尽了 看下一波卡纳卫吧 因为卡纳卫这把 由于阵容偏发育 所以一直没有太大的声音 一直在刷 嗯 但是刷了半天 他等级还落后的 他等级还落后的 这个说实话不能怪他 这个真的是 就阵容再加上前期配合 主要他终也输了第一波 去上路那一波又 又死了 又死了 塞拉斯这种英雄 就不是属于那种 普发育特别强的打野英雄 他还是像通过一些打架 男人头肥起来的 是 不能唇耍 不像千决那种 就为什么这英雄 不是版本T1级别的一个打野 就是因为你选出来很容易双面刃 比较吃资源而且 你优势的时候感觉挡不住 但你烈势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英雄没有存在感 一定正英雄比较吃装备 是吧 他在野区也是当C打的 C位多了草就不够吃了 是 现在还要空腹吃 还要积血 京东这个阵容还真没有一条线 可以去浪一点资源 四合呀 这把就是京东没有工具人 是 所以这也是一个隐患嘛 对吧 兔层方面 涛博下五千锋多吃一点 别开大招 哎 这一个勾勾到了球救 所以反正一个大这边 金箱表 大招有一个虚弱挂上 这里的话 Logan的选拥很低 交出一个闪现 球球直拉回塔下 哇 这波打了很多技能出来 是 一个虚弱换到对方辅助的一个双招 嗯 哎 刚才我没看到的时候 船长大招好像也交到 不知道交到哪里了 现在Night这里还是挺有机会的 我们看牙膏 没有机会了 高子哥现在压力就很大 牙膏这把是真的挺难玩的 他现在水银血还没有打掉了 是啊 漏弗兰这种英雄都中塔一掉 你是真的 无数 现在利桑卓只要没出现在中路 这上下两条路都得赶紧往回缩 是的 这边直接打霞五千锋 想打 总是先 确定的这个草丛没有视野下来 三打三 再等再等 暂存掉没大呀 上中野的3v3根本打不了呀 套博的3v3明显会更强 老子哥没有蓝啊 根本没有战斗力 那峡谷前锋还是被套博给空到 哎 看到卡莎有点急 让一下让一下 你吃你吃 在上路交了 在下路 这把洛克声音很大 大师笑过来了 洛克两个头再拿一个塔 就说如果没有下路那波被抓的话 现在京东下路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但我们要想啊 这把洛克他就即便这么肥 他的输出环境会不会好 我觉得要看绿毛的垂石怎么去发挥 其实感觉还是挺需要队友冲进去 帮他创造一些输出环境的 这会儿其实还是比较一般的 等到后面有水银了 我觉得输出环境就很不错了 对 而且一定要自己的上野 上中野吧 对 冲进去稍微给他创造一些输出环境 主要是这段时间他有点怕 他有点怕 耐特这边直接闪现一个大招 对 再配合喀萨直接过来一脚 是可以直接秒他的 这把直接给虚弱了 这应该是想把技能洗掉 是 应该想把TP换出来 对 这波要打龙团了 其实这波龙团依然是 涛博的一个强势期啊 这边在猜 猜你zoom会不会打一手和线猜到了 只有他一个人伤害并且不够 对 看一看 上一局抓下的残还历历在目 10 这波1 5 闪现定到了 还要追猛奈特打得很凶 在那边侧翼的话 牙膏练了一下对方的太坦 这边还要杀 洛克 那我这边没办法交出一个闪现 哎 但是他就一下撞到了柱子上 是另外一边牙膏的位置有点危险 这是真身换回去 魔影迷宗 一顿操作 但那波的话好像龙守不住了 对激动来说 中有一个大招 但是龙守没状态 哎 这波帮忙打龙了呀 想抢一下 想抢一下 没有事也 看一看 就摸个奖嘛 对 他讲的话 淘宝应该可以很轻松的拿到第三条的龙 走兵女踢上手内塔 手塔 那淘宝这个龙魂听牌 对于激动来说还是有压力的呀 而且还是土龙魂 这把土龙魂 是奥恩后期谁能管 讲道理奥恩在后期就不仅仅是一个工具了 而且这波是双膝被打出散现 而且打野的散现也敲了 我感觉现在局面还是倒上了淘宝 虽然现在京东发育是不错 但淘宝目前就节奏层面来说没有断 对 这个土龙魂听牌 对于淘宝来说是一个 下一波的一个争夺点吧 这把土龙魂收益很高呀 是的 这利桑卓 盲森 虾奥恩 这三个感觉打到中后期 其实给这边 Loken的一个输出环境 其实是比较难的 是 对 下一波 应该是会直接来正面 但是正现在的发育其实是非常好 是 你看这波就是像咱们刚才说的 就直接Nite上来闪现大你 你没办法 嗯 只能大到了 但是好险绿毛的灯笼就出来了 而且还好有个土龙柱子 有双招呀这波 是吧 但下一波没双招了 就要小心了 这段时间京东只希望 嗯 不要打起来 对 现在京东其实经济领先的 因为他们有 船长这个英雄吧 对 但是他们现在打起来 其实并没有那么保险 他们还是要等待 自己的船长 包括Loken 发育更好 是 但淘宝13级 就下一条龙的时候 奥尔也一定13 是的 所以下一条龙团就是关键了 土豪文大 顺手牵羊 这段时间京东还是要避免接战 因为自己三个关键英雄都没有闪现 哎 妖姬这个位置是要去后面放落后眼吗 但是 哦 是想偷蓝 去偷蓝 他刚从龙坑下去的 那淘宝其实 心思也都放在这个防御塔上面了 没法管你 奈特在推进 卡特在旁边保 第二条虾骨先锋 一直都没有用 哦 这个先锋感觉可以 创到很大架势 感觉淘宝的先锋总是最后在放 是 就浮到这个最后一秒我绝对不用 嗯 很胖 雷达哥总是会说我先扫一扫 抓了绿毛的位置 被勾了 但是这边有个假羊 假羊顶了一下后排的JK那我 是 鱼车打出来的绿毛也比较弱 这边这一个羊 抓到了Loken 往后拉 看一下后续 这时候绿毛 抢留绿毛在绿毛的走位 应该是五数鞋已经 刷新回来了 他这把好像出了一个三速鞋 所以这个减速对于他来说 不是太明显 效益会被很大的一个抵消 这版本三速鞋性价比非常高 是 就你面对对面这种MF太坦 你看淘宝这把五个减速 对吧 这出出来的性价比 这波看起来刚刚绿毛的位置 其实有点危险的 但最终用一个虚弱化险为一 身上的表还有闪现是还在的 其实这波也是知道自己身上有武功 不是很怕 但是现在两分钟以后 这个龙团怎么说 这波龙团其实对于京东来说 不是很好去操作 对 因为他们现在整个阵容 还是在淘宝面前 现在太脆了 传道的大道就很关键 而且他们的四合阵容 四合还没有到那个时间点 能到发力的那个点 是 还需要再拖个大概五六分钟 如果能再抢一条 或者再拖一条的话 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就会很容易接受了 发育好的点还是上路的Zumi 及下路的Loken 对吧 这两个点为Loken的武器 待会准备一分半的这条土龙团 也很重要 但是中也是比较穷 现在两边经济没拉开啊一直很胶着 但是其实现在正面作战的话 我觉得京东如果想打赢的话 有个必要的条件 就是必须要先做好视野 就是你船长得先来 因为这个英雄说实话 你即使绕后也不厉害 是 而且必须你的筒子得炸到对方的后排 特别是Jeky Love 我先腰机和锤石我正面先摸摸奖 然后我筒子摆好 不让你人过来 先布好阵型 然后再打 就最完美的情况下 应该是用压位置 然后逼迫Night的一个位置 甚至把Night的压道给吃掉 但是这个条件 对于京东来说会比较苛刻 所以这一波龙团 其实从底线来讲的话 还是滔薄更占便宜一些 因为他们这几个人的装备 你看 这369两件装备已经敲起来了 他们还是打的会更加主动一些 过来了 提前40秒开始战事业 这边京东运营上思路还是很清晰 但套博这波龙团也有个隐患 就是其实他们的主要输出Jeky Love 这个装备是没那么好的 是 所以他们这波就要去限制 对面Loken的一个输出 Loken 牙膏 Kanabi的闪现也已经是不是好了 现在通路Night的装备很好 勾到了369的699 刚刚是W技能免掉控制 这波团队两边都有说法 练一下 两个头炸到的都是奥文 这波应该是不敢进的 还在等 毕竟龙还没升嘛 先抢一下中路这个线圈 我感觉京东想打新球 但京东只能摸奖啊 所以没有人能够先开 摸一下没摸到 自己反而被摸到了 Loken 看几乎秒秒 打招式给了Kanabi Kanabi被太坦击飞 这边抢一下Loken Loken被秒了 Kanabi这边的话往后拉一下 奥文在羊撞了一下 抓了Kanabi Kanabi将闪现 Loken被Nite限制 练一下输出环境 但这边能吸 Nite没有伸直 追上来链子没中 牙膏过来 这一波链子很可惜 那感觉龙魂要掉了 Kanabi能不能抢 Kanabi没闪现 主要Loken没撞他 要看Loken Loken在吸 吸回来了 不好说 现在身上还有惩戒的 先把龙拉出来 4-5 淘博想TP Nite非常有TP 是想过去 Nite踢下来 Loken这边 又被接勾了吗 没有勾到 Kana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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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te怎么在这里 火箭要在喷脸 叫闪现回头 一线猎到 在勾引Nite 精神躲掉了 Kanabi的一个锁链以后 绿毛再给了一个勾子 三个锁链 Nite跑不掉了 Nite走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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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慨 elas也不掉了 尽不掉了 内部� 모습 WKO 지는 铐子 尾巴 我绿毛 了 还有没有奇迹 但这波没有随手了 而且牙膏是把爆裂球果点掉了 在上面 可能要尝试去抢 是 泰坦 球球先勾了一下 但是弄拉回来 团长大家都交给大龙团了 369 这一头羊撞了一下锤石 现在还没有人的限制喀萨 喀萨这边下来 但紧手了 以前多点血 喀萨没有办法斩杀掉大龙 绿毛一丝血 没有死 塞拉斯顺利的卡纳比拿下了这波大龙 哇 刚刚好像绿毛是被顶上去了 是 但涛博一群谁要抢龙啊 没不管 所以感觉奥恩的羊如果往近撞的话会不会好一点 但感觉刚刚那个血量的话也杀不了人了 这波主要 奥恩没有换成 感觉 这波想想就是奥恩换个成 又369背锅 这不能这么说 就是操作的时候呀 感觉这波的话 其实涛博的双C 被这个京东给勾引过去了 特别是刚刚牙膏没状态 他一直在那边在耐自己的队友 那一波 确实这波感觉有点小上头 是 其实这个人头很关键 那套博这个时候烈势已经蛮明显的了 是 京东起势了 三条龙不能听牌啊 对吧 3456没有7 369没有9 那有些时候是这样的 这种就是早早的就听牌了 但是打到流局的都还没有拿到那条龙就很难受 但现在京东其实离自己的土龙魂也非常的远 但每一条他都得接 主要现在京东进入发力期了 对 前面咱们也分析了 这把打到中路其实京东优势是很大的 他主要这四盒现在装备都慢慢摸出来 而且等级啊 等级都起来了 是 实时数据也给到了卡纳比这边的一个装备 其实已经慢慢的追上了 主要关键的路场的一个精神是已经合成出来了 想抓Zoom Zoom 是没闪的 这位置 队友也都在中路 呃 三六大招好像没好 不敢上 看到对方中路的陷阱顶过来了 对面要反打了 攻击这边的队友都赶了过来 保护一下 是 卡纳比上来应该是要偷一个奥文的大 或偷一个兵女的大 曹博现在倾线压力很大呀 而且还要面对对面时不时的这个抽奖 这位置有闪有治疗 没有打到底 要不要操作 在后面其实卡纳正在过来 杰克拉姆也在卖也在卖 发生一个大招就吸死了 但此前有死亡之女 二十滴血没死 但是立上主 中路打起来了 立上主倒地 是 罗可拿下这个人头 这边塞拉斯留住的是球 这就是当时有一个余阵很肉 这边罗可没有上来强追 直接把中路的水晶给点掉 一路应该是有了 今天还要进攻第二路 因为中路的奈特是已经阵亡了 奈特的大招应该是没有机会交 这时候369交一个大招 但是这个大招倾线的难度还是很高 而且这一波水晶哥没有大招 所以这一路应该是要让了 虽然上路抓了一手牙膏 但是涛博这波还是很亏很亏的呀 被迫两路呀 感觉现在涛博有点走投无路了 主要 这把想翻的话 这阵容只能指望对面失误了 说实话 因为你现在主动创到机位的能力已经很低了 确实 这个阵容我们在BB的时候确实说 感觉在前中期的压力会比较大 是 这波看一下 手子哥是被勾到了绿毛 立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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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给绿毛选这些能主动出击的英雄 能带节奏的 而且下一波 水子哥没双招 感觉涛博这个团战难度又是要翻倍 现在主要是涛博也有点缺输出了 对 打不动人 对 因为现在双C的装备有点跟不上 主要是京东水边的输出点太多了 还有前面猫皇提到的那个点 是吧 当Loken补去水银世代的时候 你现在要O-in掉这个恶菲流星的感觉 你杀不了他 绿叉加水银再加一个双招 Loken我最佩服他的就是一点 就是他总是能不死 他就是特别难杀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上路继续推 现在龙还有40秒 京东也不着急 先拆外塔 是 这内塔 涛博是完全没有办法防守 退守高地 现在中路线也马上带过来了 感觉这个上路 看涛博怎么去守吧 京东根本就不想龙魂的事情 现在就给你最后一路兵器的压力 再加上飞轮 现在再转一手小龙 京东这边现在很稳 就慢慢运营 这种局我只要绑上不失误就行了 不用想太多 这条男爵破了两路 收力是高达4000点 京东的平均水准 京东的男爵收益一直可以的 是 这龙团现在涛博不出来也得出来了 而且现在中有一个血手 这是同龙团感觉涛博必须要打呀 有没有看喀萨有没有那种奇迹一角了 嗯 但是他现在要踢 想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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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在打了这位置 有没有抢的机会 卡在这位置 没有人看到卡在这位置 没有被发现 有没有机会拿个普龙魂 有 抢到了 怎么把人踢走还想走 W 京东根本也 以后打了一个破裂球鬼 以后到出发 我想要更多 船长被定了一下 有一个灯漏捡了回去 卡那里被勾了上来 带着顶在最前面 卡那里被勾到了 开启一个金身 在里面钩子勾到了 这个男爵被卡那里收掉了 卡那里再次自己找 他还没有死 金身开启来 369这波 四天冲锋虽然击败了很多人 但是伤害 已经足够 牙膏拿到了这颗人头 以后卡那里 感觉TP要一波了这位置 双TP 这边没有蓝了 牙膏先回家 不让回家 看到这个位置背后要交闪现 牙膏到 他一个W的一个钻 但是住还没有死 最后被普攻A死了 在这波牙膏还是可以 把右边的门牙先剪掉 又是闪现W Q技能Q到了牙膏 但是 京东的大军正在赶来 卡那里一个E技能 短了一点点 带着还没有放弃 还有12秒 10秒之后解开了 才能复活 感觉来不及了 双人组也来了 京东现在只需要AGD就可以了 是的 卡那里自己上去 骂一个吃鸡主帝 活了一口血 没有人在管Loken Loken已经是可以把这个GD给A掉 那游戏要进入到了决胜局 我们要恭喜京东2比2 京东太顽强了呀 这真的太刺激了 2比2 我敢说四大赛群最精彩的决赛 一定是我们LPO 在决赛的舞台上 能够打满5盘 这一仗 中央会载入实测 是的 所有的粉丝跟观众 我们再给两次队伍加油 当然我们再次的恭喜京东 我们期待决胜局 真的是一场精彩的对局啊 在第四局里面 京东果然是搬了回来 对 而且像刚才我们 那么长时间跟大家聊的 说到那个点 果然在这种关键局 都给他们拿到了这种招牌英雄 是的 对 就像众船长 然后包括说 牙膏的妖姬 再加上绿毛的锤石 是的 都是自己的拿手好心 对 而且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是什么 我们会发现 这一局的阵容 我觉得韬伯和他们第一局那个阵容 有点像中央利桑卓嘛 对吧 其实要打一个中期节奏的 但他中期节奏一旦没打出来 可能越到后期 他整个阵容的伤害不足的这个缺点 就暴露出来了 是的 所以现在问题又出来了 涛博两场兵女全输了 对 他显露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呢 并不是说奈特对于兵女的熟练度什么的不够好 而是现在涛博需要的是他选一个持续输出能力很强 像飞机那样的英雄 对 飞机维克托 这样就是我保证我自己不死 而且我是能在一场团战中持续造成伤害的 打很多轮嘛 后期的核心C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的 但是也不要紧 因为现在涛博因为输掉了这场比赛 所以说他们可以在第五局当中拥先选边 那这样的话 他们大概率会选择一个蓝色方 那这样在阵容的构成上可能会更加灵活一些 是的 不过真的决赛打到这种BO5的final round 这种感觉啊 真的是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对 你想想看前面几场场间的时候 我们就在说 从那个世界赛 一般年世界赛决赛开始预计到现在 我们会发现 包括一期年也是其实 一期年世界赛决赛也是三比零 对吧 就整个下来 就这么长时间以来 在这种大赛的最终一个对决 我觉得 打满又是一个属于这种 新黄登基的这样一个节骨眼上 就总感觉这一次的春节 是非常具有那种史诗感 对吧 就刚才解说的 这场比赛势必会被载入史色当中 对 那我们回顾一下刚才这一场的较量 其实阵容拿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说京东这个阵容 就像我们说的那个 开始可以操作了 对吧 要操作了 操作的上限就非常的高 来看一下本场的一个数据 粽子哥是打出了全场最高的一个伤害 不过我们看到 从比赛的 应该是在20分钟出头吧 经济就开始 京东慢慢的往前滚了 确实这一把 我觉得比较关键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在于 陶伯在想要拿自己的第三 第四条龙 第四条龙 对 就是龙魂团 一开始是勾到了绿毛 把他杀掉了 然后后续这边 咔嚓摸上去想要去开一个团 但是他自己上来先被秒了 然后那一波开始就是感觉 陶伯慢慢失去了一个小龙的控制权 对 然后那一波龙是给京东拿下来 然后后面的 奈特去找了一波牙膏的麻烦 对 那一波奈特点那个果子下去 其实我觉得是有一点暴力的 太激进了 太激进了 是的 然后看到一个梅兰 然后状态不太好的一个妖姬 想上去尝线杀他 但结果反正自己出事了 对 然后后面自己队友过来的时候 好像是那一波杰克被勾中了吧 对 那一波先是绿毛一个压 这个李桑卓金身的起身勾 对 然后成功的杀掉了 先来看一下吧 这是本场比赛的一个高光时刻 这里配合到以后 闪现定住 先摸队友再Q过去 非常的流畅 而下路对线啊 真的是 京东今天打的是真不错 对 这一把是把前面几把的一个状态调整回来了 是的 下路两边 而且这里后续被减速给到了之后 交出闪现后面好像还是追死了 我记得 追死了 然后这里在三角草先遇到卡南卫 把卡南卫秒掉之后的2v2是没有打过 毕竟下卡南卫用了太多技能了 是的 到后面就没有技能了 一个双踩加闪 对 非常流畅 然后闪现黏住 这里是一个2打1 然后洛肯是换掉了太塔 这波很极限 而且正好这两把武器吧 也是洛肥溜斯单挑最猛的刀 是的 这是中路勾到被金身规避离下伤害之后 对 就是这一波 其实打完之后 套拨慢慢 怎么说 就被京东找到一个机会了 是的 这波没勾到 就过来硬开嘛 这一波是已经拿了 哎 大龙那波果然没给啊 没有给 其实想看一下那个垂直是怎么上去的 对 这里虽然是抢到了这个小龙 但是正面的团战是没有打过 这个时候经济差已经太大了 是的 就是说两边的阵容嘛 其实在这个险点 伤害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对 这波绿毛这个勾也很关键 对 就是唯一失足点被勾到了 对 没记错的话 好像杰克在这个位置被勾了两次 是的 对 不过那个位置确实有点难走位 对 因为而且很混乱嘛 我们发现就几乎是所有的英雄 都集中在这样一个小小的圈那边 是 只能说是绿毛勾的很准 冷静啊 绿毛这一波是 机会找得好 真是找到了机会 那这样把一个赛点局势追回了一分 现在两边一局定胜负 很紧张啊 这种很紧张 就到底谁能够拿下这次 我们2020年 有什么直接连赛春季赛的冠军 现在谁都不好说 就越来越不好说了 赛前我们就说嘛 其实我们都 两支队伍各有各的特色 对 并且他们的表现和状态 就完全五五开的一个状态 对 而现在比赛呢又再次达到了五五开 那最后一局当中呢 我们知道 涛博是一个优先选择拳的 那他按照之前的逻辑 大概就应该会选择一个蓝色方 对蓝色方 而且感觉对于涛博来讲 现在更重要的好像真的就是飞机 这个英雄 是的 有飞机 因为至少我们目前看来 这四场 京东对于中路的照顾 真的不是那种很经常的那种情况 就是说你拿一个飞机 大概率你可以发育到一个正常 正常的这个中期 Loken 615 已经拿到了自己的 自由赛第三次MVP了 是的 这个其实已经还蛮高的了 很高 因为伤害占比也非常的多 其实我刚刚是想回顾到这一把 因为这边的冰女 她是四楼出的 然后当时场上是有沙皇这个英雄在 虽然可能就说妖极比较灵活 然后沙皇打她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比较吃力 但确实这个英雄我是觉得还不错 因为他和这个阵容 选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比较缺伤害 然后反而京东这边他们是一个 刚刚姐说也提到 他们是一个四合阵容 四个人都可以来打一个输出 对 然后反而套博这边只要这边 女枪被秒掉的话 他们阵容其实都是一个 前面去开传去承伤的一个作用 就有功能型的那种偏多一点 是的 而且我会在想 会不会因为就是奈特本赛季公拿过三次沙皇 然后胜利0%一场没有赢过 所以他会想要拿到这样一个快节奏 然后对线打1G是一个优势 然后打团比较厉害的一个英雄 准备一个前中期结合到这场比赛 有可能 而且我觉得现在已经到最后一把了 刚才这个情况之下 京东是拿出了自己的绝活 对 那么第五局当中奈特会不会出艾克呢 也有可能 对 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要好好地关注我们这一次的春觉 是的 那我们这边得到消息呢 我觉得涛博在最后一局 这次是真的最后一局了 优先选择了一个蓝色方 双方同样没有人人的更换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会儿来看双方的最终决战